不到三秒鐘 免取票就能进场停车 e-tech智慧停车省时便利 使用越来越普及 也不用付现金 直接就绑定就好了 所以就是变是 我们直接用手机缴完费 就可以直接开出去了 就很方便 打造智慧交通网 高雄市在2020年率先采用e-tech代扣路边停车费 服务版图也扩及全台 示范很成功 所以我想路边这样一个代收机制 也扩散到全台湾 大概有90%以上的停车位 都可以做代收 智慧停车无纸化 多元支付的缴费模式 已成为开车族行趋势 而根据环保署统计 每使用一次e-tech智慧停车 能降低车辆停等油耗 减少0.7公斤的碳排 更被纳入绿色交通的一环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 就是在所谓的碳权 未来如果碳交易能够有定价的话 是不是能够把这些碳交易的定价 能够回馈到我们这些车主使用上 相应政府减碳政策 现在还有减碳车币方案 开车出游还能拿回馈 节省到停车费跟国道通行费 这样我觉得还蛮有帮助的 还不错 2050净零碳排已是全球共识 智慧停车优化停车服务 减少碳排量 让全台绿色行车网更完善 三一新闻田居达高雄采访报导 进行写保护 大家看到点减少碳 当时在这里 我们下午三安 我们下午三安 我们下午三安